梦夏时节的中南海 清风徐徐 水光炼宴 5月16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小范围会晤 习近平在银台桥前迎接普京 两国元首边走边谈 在轻松的氛围中 就共同关心的战略性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面对不断演进的国际大变局 大乱局 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人民克服各种困难挑战 努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 中方愿同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一道 加强团结合作 引领全球治理正确方向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 普京表示 中国发展势不可挡 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遏制中国发展进步 俄方愿同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加强合作 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和多极化的世界 两国元首就乌克兰危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阐述了中方一贯立场 以及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所做努力 强调处理任何重大问题 既要治标也要治本 既要谋当下也要寄长远 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核心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根本之策 是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新型安全架构 中方支持事实召开 俄乌双方认可 各方平等参与 公平讨论所有方案的国际合会 推动早日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 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普京介绍了俄方有关看法和立场 表示俄方赞赏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 秉持客观公正平衡立场 欢迎中方为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 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 俄方致力于通过政治谈判 解决乌克兰问题 愿意展现诚意 并就此同中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夜色渐深 华灯璀璨 习近平表示 这些年我们进行了多次会面 每一次交流都坦诚深入 富有成果 我愿同普京总统继续保持紧密联系 共同为中俄关系发展 把握好方向 引领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行稳致远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为促进世界安全稳定 做出积极贡献 普京感谢习近平主席热情款待 表示 每次同习近平主席会面 误谈 我都很愉快 我们的交流很深入 也很有意义 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 确保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深入发展 蔡奇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下人 殿下人 我们下人 下人 由 连 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